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绝技不显出无所事事或者不知如何消磨时光的样子 我带来了绘画工具 即使自己有事可做又有了消遣 我拿了画笔和画纸远离他们 在一个靠窗的地方坐下 忙着画一些幻想的人头像 表现刹那间万花筒式的想象世界中出现的景象 例如两块岩石之间的一片大海 出生的月亮 横穿月亮的一条船 一丛芦苇和昌仆 一个仙女头戴荷花 从里面探出头来 一个小精灵坐在一圈山楂花下的黎雀窝里 一天早晨 我开始画一张脸 至于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我既不在乎 也不知道 我拿了一支黑色软铅笔 把笔尖留得粗粗的画了起来 我立刻在纸上勾勒出了一个又宽又窄的前额 和下半个脸方方正正的轮廓 这个外形使我感到愉快 我的手指赶忙填上了五官 在额头下 得画两道平直显眼的眉毛 下面自然是线条清晰的鼻子 笔直的鼻梁和大大的鼻孔 随后是看上去很灵活 长得不小的嘴巴 再后来是坚毅的下巴 中间有一个明显的裂痕 当然还缺黑黑的落腮糊 以及乌黑的头发 现在要画眼睛了 我把它们留到最后 因为画眼睛最需要小心从事 我把眼睛画得很大 形状很好 睫毛长而浅黑 眼珠大而发亮 我一边观察效果 一边思存道 嗯 很不错了 不过还不完全如此 他们还缺乏力量和神采 于是我把暗处加深 好让明亮的地方更加光芒闪烁 我巧妙地在暗处画上一笔两笔 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这样在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位朋友的面孔 那几位小姐对我不理睬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瞧着她 对着逼真的画面微笑着 全神贯注 心满意足 那是你熟人的一幅画像吗 伊丽莎问 她已经悄悄地走近了我 我告诉她 这不过是凭空想象的一个头像 说着 我赶紧把它塞到了其他的画纸底下 当然 我扯了个谎 其实 那幅画像是对路奇斯特先生的真实刻画 但是 跟伊丽莎 或者是除我以外随便哪个人 又有什么关系呢 焦之亚娜这个时候也凑过来看一看 她对别的画都很满意 却把那一幅画说成是一个丑陋的男人 他们两个对我的绘画记忆感到很吃惊 我表示要为他们画肖像 于是两个人轮流坐着 让我打铅笔草图 随后 Georgiana拿出了她的画册 我答应画一幅水彩画 让她收进去 她听了情绪立刻好转 建议到庭院里去走走 出去还不到两个小时 我们便无话不谈了 她向我描述了两个社交季节之前 在伦敦度过的辉煌的冬天 她如何受到倾慕 如何引人注目 甚至暗示她还征服了一些贵族 那天下午和晚上 她把这些暗示又加以扩充 转述各类情意绵绵的交谈 描绘了不少多愁上感的场面 总之那天她为我临时编造了一部时髦生活的小说 谈话一天天继续着 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 她自己 她的爱情和苦恼 很奇怪 Georgiana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母亲的病和哥哥的死 也没有说起眼下一家的暗淡前景 她似乎满脑子都是对昔日欢乐的回忆和对未来放荡的向往 每天她在母亲的病榻前 只待五分钟 伊丽莎依然不大开口 显然她没有功夫说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像她看上去那么忙的人 可是很难说她在忙些什么 或者不如说很难发现她忙碌的结果 她有一个闹钟催她早起 我不知道早饭前她干些什么 但是饭后她把自己的时间分成固定的部分 每个小时都有规定的任务 她一天三次研读一本小书 我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本祈祷书 有一次我问她 书中最吸引人的是什么 她说是一事指示 她用三个小时用于缝纫 用金线给一块方形红布上边 这块布足有地毯那么大 我问起她的用途 她告诉我 是盖在一个新教堂祭坛上的罩布 这个教堂新进建于盖茨黑的附近 她用两个小时来写日记 两个小时在菜园子里劳动 一个小时用来算账 她似乎不需要人作伴 也不需要人交谈 我相信她一定自得其乐 满足于这么按部就班的形式 没有比那种偶发事件迫使她改变钟表般准确的规律性 而更使她恼火的了 一天晚上 伊丽莎比往常话要多一些 她告诉我 John的行为和家庭濒临毁灭的威胁 是她烦恼的根源 但她说 她现在已经静下心来 下定了决心 她冷静地说 母亲已经不可能康复或者是拖得很久 她已经注意保护自己的财产 一旦她的母亲去世 她将实现自己盘算已久的计划 寻找一个归隐之处 使自己一板一眼的习惯 不受干扰 用一个安全的屏障 把她和浮华的世界隔开 我问她 Georgiana是不是会陪伴她 伊丽莎说 当然不会 因为Georgiana和她没有共同之处 他们从来都没有过共同之处 她不愿意让Georgiana和她作伴 那样会让自己受累 她说 Georgiana应当走她自己的路 而她伊丽莎也会走自己的路 Georgiana不像我吐露心声的时候 一般都会躺在沙发上 为家里的乏味而发愁 一再希望基布森旧妈会寄来邀请信 邀她上城里去 她说 要是她能避开一两个月 等一切都过去 那是再好不过了 我并没有问她 一切都过去的含义 但是我猜想 她指的是意料中母亲的死 以及阴沉的葬礼余波 伊丽莎对妹妹的懒散和怨言并不在意 仿佛她面前并不存在这个叽叽咕咕 无所事事的家伙 不过有一天 她放好帐策 打开绣花活计的时候 突然责备起她来 Georgiana 在地球上过日子的动物中 没有比你更爱虚荣 更荒唐的了 你没有权利生下来 因为你空耗了生命 你没有像一个有理智的人 该做的那样 为自己生活 安分守己的生活 靠自己生活 你是仰仗别人的力量来支撑你软弱的 要是找不到谁愿意背你这个肥胖 娇弱 自负 无用的包袱 你会大叫 说人家亏待了你 冷落了你 使你痛苦不堪 而且 在你看来 生活应该是变化无穷 激动非凡的一幕 不然世界就是监狱 你要人家爱慕你 追求你 恭维你 你得有音乐 舞会和社交活动 要不然你就神衰力竭 一天天憔悴 难道你就没有头脑 想出一套办法来 不依赖别人的努力 别人的意志 而只靠你自己吗 以一天为例吧 你就把它分成几份 每份都规定好任务 全部时间都包括在内 不留一刻钟 十分钟 五分钟的零星空闲时间 干每一件事情 都应当井然有序 有条不紊 这样一天的日子 你几乎没有觉察它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你就不欠谁的情 帮你来消磨片刻空闲 你就不必找人作伴和交谈 不必请求别人的同情 和忍耐 总之 你应该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生活 听从我的劝告吧 我给你的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忠告 那样无论出什么事情 你就不需要我了 也不需要别人了 要是你置之不理 一意孤行 还是那样想入飞飞 嘀嘀咕咕 懒懒散散 你就得吞下你愚蠢行为的苦果 不管怎么糟糕 怎么难受 你都得咽下去 我要明白地告诉你 你好好听着 尽管我不会再重复我要说的话 但我会坚定不移地去做 母亲一死 你的事情我就撒手不管了 从她的棺材抬进 盖斯黑的教堂墓地那天起 你和我就彼此分手 仿佛从来就是陌路人 你不要以为我们碰巧 瘫着同一个爹娘 我就会让你以丝毫站不住脚的理由 拖累我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除了你我 整个人类都毁灭了 只有我们两个人站在地球上 我也会让你留在旧世界里 自己奔往新的世界 说完了这篇长篇大论 伊丽莎闭了嘴 Georgiana反驳她说 你还是少费心思发表长篇大论吧 谁都知道 你是世上最自私最狠心的家伙 我明白你对我有刻骨的仇恨 我掌握有真凭实据的 你在艾德文·维尔寻爵的事情上 对我耍了花招 你不能容忍我爬得比你高 获得贵族爵位 被你连面都不敢露的社交圈子所接纳 因此你暗中监视我 进行告密 永远毁了我的前程 Georgiana掏出手帕 醒了一小时鼻子 伊丽莎冷冷地坐着 无动于衷 故自忙着自己的活 确实 宽厚的感情 不被有些人所重视 而这儿的两种性格 却因为少了她 一种刻薄的叫人难以容忍 而另一种枯燥乏味的 让人鄙视 没有理智的感情固然淡而无味 但缺乏感情的理智也太枯涩粗糙 叫人难以下咽 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 Georgiana看着一部小说 便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伊丽莎已经去新教堂参加万圣节仪式 因为在宗教方面 她十分看重形式 风雨无阻 按时履行着心中虔诚的义务 不论天好天坏 她每个星期都要上教堂三次 平时如果有祷告要做 也一样频繁 我想起要上楼去 看看Lid太太这个生命垂危的女人病情如何 她躺在那里 几乎没有人照料 佣人们花的心思时多时少 雇佣来的护士 因为没有人看管 想溜就溜 悲喜固然忠心耿耿 但也有自己的家 需要照应 只是偶尔到府上来 不出所料 我发现病室里 没有人照看 护士不在 病人静静地躺着 似乎在昏睡 她千灰色的脸 陷入了枕头 炉中的火将灭未灭 我添了燃料 重新收拾了床单 眼睛盯了她一会儿 这时她已经无法盯着我了 随后我走开 去了窗户前 大雨敲窗 狂风呼啸 我想 那个躺在那儿的人 会很快离开人世间风风雨雨的战场 此刻 灵魂正挣扎着脱离物质的躯壳 一旦解脱 灵魂将到哪里去呢 在思索这番伟大的秘密时 我想起了海伦 回忆起她临终时说的话 她的信仰 她的关于游魂平等的信条 心里仍然倾听着记忆犹新的声调 仍然描摹着她苍白而脱俗的容貌 消瘦的脸庞和崇高的目光 那时她平静地躺在林中的病榻上 低声地倾吐着要回到神圣的天赋怀抱的渴望 正这样想着的时候 我身后的床上响起了微弱的喃喃声 是谁呀 我知道 丽的太太已经几天没有说话了 难道她醒来了吗 我很快走到她面前 是我丽的舅妈 谁 我 你是谁 她惊诧地看着我 颇有些吃惊 但是并没有失去控制 我完全不认识你 贝西呢 她在门房舅妈 舅妈 她重复了一声 谁叫我舅妈来着 不 你不是基普森家的人 不过我知道你那张面孔 那双眼睛和那个前额 我很熟悉 你像一个人 对 你像 Jane 我没有吭声 生怕一说出我的身份 会引起某种震惊 她继续说 可是 恐怕这是个错觉 我的想法欺骗了我 我很想看看Jane R 我想象出跟她相似的地方 但实际并不存在 况且八年中 她的变化一定很大 这时我何气地让她放心 我就是她设想中的人 看见她明白了我的意思 头脑也还镇静 我便告诉她 悲喜如何派丈夫把我从桑菲尔的叫来 没有多久 李德太太继续说 我的病很重 这我知道 几分钟之前 我一直想翻身 却发觉四肢都动弹不得 也许我没有死 就该安下心来 我们健康的时候 很少想到的事 在眼下这样的时刻 却成了我沉重的负担 故事在吗 房间里除了你 没有别人吗 我让她放心 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李德太太说 Jane 我两次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现在很懊悔 一次是违背了我向丈夫许下 把你当作自己孩子抚养成人的诺言 另一次 也许这毕竟 无关紧要 要是这样的话 我也许会好过些 可是 向她低声下气 实在使我痛苦 他挣扎着要改变一下位置 但是没有成功 他的脸变了型 他似乎经历着某种内心的冲动 也许是最后一阵痛苦的仙招 啊 永恒就在前头 我还是告诉他的好 你走到我化妆盒跟前去 打开它 把你要看的一封信 拿出来 我听从了他的吩咐 他让我把信读一读 这封信很短 信是这样写的 夫人 烦请汇记我侄女Jane Eyre的地址 并告知其近况 我想立刻去信 盼他来马德拉我处 皇天不负有心之人 目前我家境富裕 我未娶无后 慎望有生之年将他收为养女 并在此后将全部财产 馈赠于他 顺志敬意 Jane Eyre仅起于马德拉 写信的时间是三年之前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呢 因为我对你的厌恶已经根深蒂固 因此不愿意帮助你发财 我忘不了你对我的举动 Jane 你一度冲我而发的火气 还有你说你在世上最讨厌我的时候的那种腔调 李生言一想起我 就使你恶心 我待你很冷酷时 丝毫不像孩子的神情与口气 我也忘不了你惊跳起来 把心头的一腔毒气喷吐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害怕 仿佛我打过推过的动物 用人一样的目光瞧着我 用人一样的嗓门诅咒我 拿些水来 快点 我把他要的水端给他的时候说 亲爱的Leader太太 别再想这些了 你就忘了他吧 原谅我那些激烈的言辞 你知道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 现在八九年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Leader太太对我说的话毫不理会 不过喝过了水 透过气来之后 他又继续说 告诉你 我忘不了这些 并且报复了 任你由叔叔领养 安安稳稳 叔叔复复过日子 我是不能忍受的 我写信给他说 说是很遗憾 使他失望了 但J.R.已经去世 在鲁奥的死于搬枕伤安 现在随你怎么办吧 写信否认我的说法 尽快激露我的谎话 我想 你生来就是我的冤家 只剩一口气了 还让我刀宁过去的事来折磨我 要不是因为你 我是不会经不住诱惑 去干那种事的 但愿你能听从劝告 忘掉这些舅妈 宽容慈祥地对待我 你的脾气很糟 这种性格 我到今天都难以理解 九年中 不管怎样对待你 你都耐着性子默默无声 可是到了第十年 却突然发作 火急冲天 我永远也无法理解 李德太太 我的脾性 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坏 我是容易激动 但是没有报复心 小的时候 有很多次 只要你允许 我是很愿意爱你的 现在我诚恳地希望和你和好 亲亲我吧 舅妈 我把脸颊凑向她的嘴唇 她不愿意碰她 还说我已在床上压着她了 而且再次要水喝 我扶起她 让她靠着我的胳膊喝水 把手放在她冷冰冰湿腻腻的手上 她摔截无力的手指缩了回去 迟滞的眼睛 闭开了我的目光 我说 那么舅妈 爱我也好 恨我也好 随你便吧 反正你已经彻底得到了我的宽恕 现在 你去请求上帝的宽恕 安息吧 舅妈 舅妈是个可怜而痛苦的女人 现在 再要努力改变她惯有的想法 已经为时太晚了 活着的时候 她一直恨我 临终的时候 她一定 依然恨我 这时 护士进来了 后面跟着悲喜 不过 我又待了半个小时 希望看到某种和解的表情 但是丽的太太 没有任何表示 她很快进入了昏迷的状态 没有再清醒过来 当天晚上十二点 她去世了 我没有在场 替她合上眼睛 她的两个女儿 也不在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长篇小说 《简爱》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订阅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